這個請大家不要自己對號入座 這個穿著護衛 我在講我的經驗 台北市長柯文哲 一句話先打預防針 緊接著對藍綠總統參選人 火力全開 左酸韓國瑜品性難改 又嗆總統蔡英文辣台妹 引證止渴 能力是可以後天訓練的 但平常晚上有時候花天酒地 來開會又遲到 都在打瞌睡 這個就很難訓練 因為要選總統嘛 那民調偏低 所以有一種要拉台這個民調 所以才說那個撿到槍的講法 不准拉台妹撿到槍 柯文哲自己卻像撿到大炮 甚至連可能的盟友郭台銘 都被炮火掃到 哇 你這80萬員工在大陸 你這是什麼要改過 這個就是大問題 對郭台銘有質疑 還不斷透露自己勝選率最高 卻又搶先放話 要約郭王面對面出來談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一個參選的規劃 就他們三位見面之後才會決定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順其自然 郭王柯鐵三角能不能重行 主導風向的柯文哲一舉一動 讓外界看得捕薩薩 瑜琴分析師認為柯文哲心思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想再變邊緣人 擔心被邊緣化是柯市長一個很大的一個這個夢魘 他不希望再發生 攻擊郭台銘董市長這件事情就有點不自然 金主上面或者是合作上面 這個郭董也一舉是柯文哲這個主打中間這個選民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他如果急著這次參選 只會讓自己輪得更可笑 美其名就是韓市長第二 柯文哲持續炒熱聲量 批籃 打綠 拉鍋王 不管是抬教還是做教 目的只有一個要維護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 歡迎收看宋君益 張遠春 台北報導